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 尤其洋青床的時代 就是尤其洋青床要刷刷枯材人 來這裡的時候 我們才1萬5千塊 他給我們參加這千五百塊給他 哪個千五百塊給他 後來說7千五百塊給他 你ici mut provide 他們已經罪刷了 對美國政府的為這些居民 不容易就要與這羊 這羊在中 setting 將八位給他 會說不夠 первый 因為肯定要將高等 AW 9 但阿公 在馬邊求同次 包括如同場運 這羊原來我們兒子 中 pushed 中 mutta 然後不肯定 北海岸的話 我們整個都把我們劃分 我們這幾塊都剩一項用地 我們以前買的 買四千三五十年前買的 五十五年前買的 我們本來是走在後面 那七十五片 一片一千 還買七萬五 買這四千三 現在要跟你趕走 目前他頒簽跟補償的方案就是 依照建物的坪數 然後有沒有土地跟建物的結構 下去計算 像是有一些住戶 有一些住戶他遭受過火災 所以他必須要搭鐵皮 那市政府就說你鐵皮 所以你的主結構都是鐵皮的 所以鐵皮的坪價就是 一坪就是三千塊 那估出來的價格就會非常的低 那如果像是 有一些還是日治時期的木造建築物 那估出來就是以木造建築去估價 對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落差 補償的落差才會那麼大是這樣 七十幾萬而已 七十幾萬 這十幾萬 買到我們怎麼成功了 我們現在我們老的 那時候哪有 蓋到中方都要過身體了 我現在這張卡不方便 還不可以做工作 我們小孩是做的 吃人的頭肉還不吃麵 把我們背了 我們要怎麼成功了 土地哥我們來 我們要買的 也有所有觀眾 這九月一號要裁券的公告 那他八月十九發一張 然後八月二十幾號 又再發一張 現在這邊大概有多少戶啊 現在大概還剩四十戶 四十多戶還要抗爭到底 四十多戶 那原本的 原本有一百多戶 就是有六十戶左右都搬掉了 對 所以現在是四十戶左右 是要抗爭到底 對 是 我們這百幾萬八千 不敢有一人要領他的錢 他可能發到後面領 有的大地主跟領後的 大地主你跟他領 當然你發給他那是合情合理 但是你發 我們這八月對一人要領到 我們帶他發他也是這樣說 我們沒有人要領他的錢 你發到什麼人 你說我跟他贈給我 我跟誰贈給我 你說你把他贈收 我們贈收 我們的初生有三名要給你贈收 沒有 沒有嘛 我沒有領他的錢 沒有嘛 那是怎麼你說你合法贈收 你們贈收是怎麼贈收 不用贈用 你們今天如果說贈收 說我這個高速公路要開 好好要做 還是警察叫他來這裡 這樣是不是合法贈收 你應該算違法贈收嘛 十分他要起床在這裡 他要給他一個高速公路要開 只要我下去三千塊 落到二十 二十年頭 大月是他們的 對不對 就電到水電 來的時候我自己出 我把他當作了 我這麼熟 說怎麼寫在公水電的事情 我才有同意讓他們聽 他說什麼 我們要去擠 要去擠嗎 你不來看 哪裡有可以擠 我來擠 不然現在不可以擠 你把他擠 四十幾萬算算 這七輪本 那時候六萬幾年 我要怎麼想 我要怎麼做 做一年就給他擠 要怎麼辦 高通市政府 對於有土地的人 他要安置他們去店面 他說會提供店面 讓你做十八年的審議 但問題是做生意的權利 並不等於居住權 我們要求的是永久的居住權 那對於沒有土地的人 高雄市政府是要補貼他一年的租金 但一年的租金是背水車薪 根本就支撐不了他接下來的生活 是不是很足夠啊 我沒有辦法要補貼 我都要去居住 我說半年是斤 半年是斤 我沒人能擠 我還沒能夠住 就不 很不意 我現在這個房子還不等 很高 二十六萬塊 二十六萬塊 他給我扶獲那隻數六萬幾個 要叫我托華府 一個年我就沒有他 他要我為什麼想要去站起來 站邊就了 到流浪漢 變這樣他 這樣我還要要幫他 你這樣太少 沒禮貌 政府在吃我 叫我吃飯 要吃飯 不吃飯就不會餓了 那一年的租金補貼也只有每個月補貼兩千塊而已 而且你租的地方還是政府幫你選定的 所謂的老舊的城區 城中城或者是鳳山 老舊的都市之類的 那一年後政府就會對你解約 你還是得搬出去再找其他地方 五十幾歲失業 然後帶著他九十幾歲的爸爸 跟人家租屋子流浪 而這種人市政府叫他搬去哪裡 這些剛剛談到這些相對比較弱勢 他們是有所有權的嗎 沒有這是租戶 但是租戶市政府也 剛談到電農在轉租 這個是單純在這裡租房子 但市政府原先也承諾所要有所安置 但也沒有 但也沒有安置 那我認為市政府的邏輯很簡單 就是把窮人趕走就沒有窮人 看不到窮人就不會有窮人 對 很辛苦喔 很辛苦喔 我自己這個媳婦在這裡騎了五十五年 大家家庭都好朋友 哇 你現在要搬一百年 不習慣了 那一年還要搬一趟 我就搬搬這些東西就好了 很悲劇 我從這裡騎騎到我四 你要聽才會聽 不然我現在我不要搬 什麼樣的人會願意租在這種地方 我們說國外貧民窟城市直流行程的特色就是 他一定要臨近工業區 臨近市中心 所以他上班打臨工方便 然後第二個他是違建 所以他的租金便宜 對啊 那會租來這種地方就是 經濟條件很不佳嘛 對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覺得這可能是另外一個非常重要 一個轉型正義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講到轉型正義大部分都還是一個藍綠 或者是國民黨如何如何 可是很多轉型正義必須要考慮 是在城市發展的過程當中 一些弱勢 被犧牲者或是一些勞動階級 他怎麼在為這個城市貢獻 但是他最後是一無所有的 對 是啊 是 那我認為最簡單的就是這些租戶 像這個案例就是 他九十幾歲的爸爸 他已經走路快走不動了 你叫他搬去三四樓 那我覺得這是不能到達 你要找一個他符合他 讓他可以生存的條件 要不然跟逼他去死是一樣的 對 咱們這幾年以來的市政府或是說 阿金子有來跟你爭埃 沒有啦 沒有啦 那都叫那個什麼黑客廳 來在溝通 市長沒有在溝通 幹嘛啦 這樣啊 喊叫我趕快 concur 我去 SBS 巴人 我去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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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邦 大概要收到差不多800萬 差不多上去買人工買一瓶 那都沒意思了 那太過癢了 這個店舖很沒良心 也不像他們在做商業 我們家的那些都在八歲 把店舖舖舖舖 那他就這樣找到粗菜 那就是做人做到那些 那些去那些是怎樣 那些人說去那些去那些 我告訴你 跟你們店舖說 沒有他們的心 我看會撞過 到這裡八歲 看會這樣可以 那他很老爸 我說憑大陸的中山都比較老 比較老爸 他跟我們走到台北 還不走到宜蘭 不可以在這裡為我們高雄市民 他在這裡讓我們不走 他要什麼政策 他什麼理想 都完全用北部去試試 我們沒有反映這個人物 那現在這邊 40多位的住戶 你剛剛談到說 他們會 就是堅決這種所謂的 反對政府的這個拆遷的做法 那你們打算怎麼去做這些抗爭 特別是在可能9月1號 他可能就真的來拆了 我們目前8月31會進行樂團 然後還有公民論壇 就是會有一個公民論壇的接力 然後跟音樂會 然後接下來是首頁到9月1號 然後9月1號我們已經預計好 市政府會派警力來拆了 那我們的下一步就是說 這些居民會用自己的肉身 來阻擋怪手 阻擋警力 對 抗爭 我都沒有認識 習慣 resentful 與台下 那我們有試過 藏這位我們也有精神 那要談 everything 我就不可以為我們 我們不要睡不著 現在我們就不能睡 其中午 fully休息 我家裡沒在這裡 那 defense 我 characterization 我沒有不要 doivent Кон同 an 我曾經 我腦袋也塞過幾年也不需要 我這麼可憐 剛才那時候 剛才那時候 我這麼痛苦 很慘很怕 我到時候過面了 我都沒睡覺 我叫我爸爸 我叫我爸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